这是一名小区生土神 阿吉在和胖虎对决 看过牌后 阿吉直接下注400张卡片 胖虎笑了 你今天要被我狠宰一顿 胖虎跟注400张 并且再追加600张 阿吉一点不怂 拿出小弟兄盒子 600张就600张 谁怕谁 阿吉接下腰包大喊 再追加1000张 这么厉害 胖虎有点怂了 问旁边的小眼镜 记了800张 旁边的同学都惊怠了 这把谁赢了 就会拿到4000张卡片 这够他们玩一年了 胖虎开牌 是TV机器人 这已经是很大的牌了 TV机器人呢 只有宇宙和水之大的可行 其他一切通知 胖虎觉得胜券在我 正准备收卡片 被阿吉拦下 阿吉开牌 两张牌竟然是公主和老头 胖虎笑了 你这个笨蛋 这牌怎么可能赢我 其他人也觉得很丧气 阿吉不慌 让大家仔细看 我这张可是有水的 大家仔细看 原来在老头的额头 有一滴汗水 就这样 阿吉获胜 4000张卡片全部到手 之后呢 阿吉迷上了各种赌局 成了校园赌神 长大以后 就在外面赌 但赌这种事 光凭预期肯定是不够的 今天不乐给大家讲讲 阿吉怎么成为千王之王 神之首的 阿吉毕业后 成了外卖员 赌计称霸餐饮业 阿吉在和大连赌牌时 见到大连的妹妹小美 阿吉对人家一见钟情 大连趁阿吉不注意 悄悄出出两张牌 结果阿吉还是赢了 阿吉向小美表白 小美大叫飞脸 大连立刻跑出来 赢我钱 还想泡我妹妹 一脚把阿吉踹飞 到了晚上 阿吉看到爷爷去赌场 就悄悄跟了上去 阿吉的爷爷呢 发现有人出老千 气得破口大骂 看场子的混混四毛 狠狠打了阿吉爷爷一顿 正要给他拍裸照时 阿吉及时出现 一棍子打晕了四毛的手下 阿吉和四毛打了起来 阿吉一瞧踹过圈 没想到 四毛却捅伤了自己 这下事闹大了 阿吉和爷爷赶紧跑 阿吉惹了当地的混混 家人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去投告表哥 赞笔分头 临走前 阿吉跟小美求了婚 并告诉小美 等我出人头地就来娶你 阿吉来到夫人区江南 表哥在家赌场上班 他让阿吉在这里当厨师 没想到他的厨艺 老板很满意 便让他在赌场当老千 阿吉的签注和帅气的形象 混得风生水起 为老板赚了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 老板乐得开了花 阿吉呢 从老祖国搬进了大房子 这一天 赌场来了个女人 腹白貌美大长腿 瞬间醒了阿吉 却不料 女人红姐是个菜鸟 她向阿吉请教赌气 于是阿吉教的教的 就跟红姐开了车 在开会时 阿吉才知道 红姐是个寡妇 坐用一百亿的遗产 老板要设计坑红姐的钱 至少坑三十页 于是大家商量好了圈套 先让红姐赢五页 等他上套后 再赢走红姐的三十页 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红姐顺利赢了五页 看着红姐马上就要上钩 阿吉不忍心了 他偷偷告诉红姐真相 自此 红姐消失了三周 老板的团队怀疑 对务里有叛徒 没想到 红姐再次回来 便一次下注二十页 机会到了 团队开始做各种小动作 趁点烟间隙 团队两人迅速换牌 众人以为胜券在握 然而 红姐把牌一亮出来 他们便傻了眼 竟然是对酒 红姐直接赢下了全部赌注 这一下赌注玩得太大 导致老板直接破产 阿吉心怀愧疚 和表哥呢 一起去眼睛哥的赌场赌钱 两人来到这里 本想赢个盆满不满 此时 进来一个漂亮的妹子 阿吉定睛一看 天哪 竟然是小美 眼睛哥直接摸小美打退 一看两人关系就不一般 阿吉的怒火只能忍着 赌局开始 阿吉火力全开 眼睛哥连连败退 小弟只能不停地送钱 此时 赌局升级 赌局增加到五万 眼睛哥又只连着输 于是又把赌局增加到十万 在关键一把时 眼睛哥放了一个小屁 众人都开始皱眉 小美呢 赶紧打开窗户 大肠腿吸引了阿吉的注意 这时 眼睛哥像开了挂一般 连续从两倍翻到了五倍 阿吉享受手 已经来不及了 阿吉和表哥这把输了 输了九亿九千万 阿吉这下散了 被抓到地下室 割了阿吉的一颗肾 还拿走阿吉的房子和钱 阿吉身无分文 这时 小美出现了 给了阿吉一袋钱 并告诉了阿吉真相 原来 这都是老板的圈套 老板知道 阿吉给红姐通风报信 所以委托眼睛哥出面 给阿吉设了个局 而且表哥呢 也出卖了阿吉 那把眼睛哥放屁 小美开装 吸引了阿吉的注意时 表哥趁机换好牌 给了眼睛哥 被自己的亲人出卖 阿吉心灰意冷 在其他的赌场玩时 又被人怀疑抽老钱 他们要走阿吉一顿 这时 一个大叔出现 他的右手戴着手套 左手翻开阿吉的牌 两个赌徒一看 阿吉并没有赢他们 那些人才罢手 原来这个大叔就是 曾经老钱第一部中 男主高尼的搭档卷毛 高尼呢 赢了最厉害的 千王阿鬼 然后退隐江湖 卷毛成了独信侠 也成了大师级的老千 而阿吉呢 就是高尼的亲侄子 卷毛说大为徒 卷毛就给阿吉 牵手 以及心理战术 还有如何看 对方的微表情 嘴角上扬 就是拿到好牌 皱眉头的话 就是在试探对方 闭开眼睛呢 就是在说谎 瞳孔放大就是胜券在握 卷毛带着阿吉 在家驱车铺实战了一番 阿吉看到身边的背斗男 突然放大瞳孔 知道对方排面一定好 于是把赌注全压了上去 背斗男是对发 果然是好牌 但阿吉呢 是对酒 瞬间逆转了局面 师徒二人游走在各大赌场 阿吉再次重回人生巅峰 阿吉有了钱后 决定把小美从眼睛男那赎回来 去了赌场 竟然遇到曾经被他捅上的四毛 四毛呢 成了眼睛男的手下 帮他看场子 四毛见了阿吉大怒 直接就是一刀 但却没有刺进去 忍住了 阿吉提出 要用钱给小美出身 四毛提出条件是赌一把 若阿吉赢了 把小美剁只手带走 阿吉如果输了 小美留下 剁掉阿吉的手 度局开始 阿吉和小美的手 被锁在桌子上 两点开始抽牌 小美呢 抽到的牌面是对酒 周围一片环补 这是稳赢的牌面 阿吉抽牌时 通过小美的瞳孔配合 竟然抽到了对食 赢了小美 眼见小美要夺手 阿吉呢 一刀扎在自己手上 阿吉表示 我赢了 我有权利选择 夺谁的手 阿吉烧掉戒条 准备带小美离开 然而 四毛曾经被阿吉捅上 让阿吉连本带力 赔五亿给他 看来 阿吉今天是走不掉了 四毛手下准备群殴 就在这关键时刻 师父卷毛出现 他把养老金 五亿给了四毛 这才就下两人 阿吉想跟小美在一起 可小美呢 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小美告诉阿吉 眼睛哥耍炸 让哥哥大脸背上巨额债务 哥哥商人住了监狱 而自己呢 为眼睛哥强行霸占 而阿吉不在乎这些 还是和小美在一起了 眼睛哥这边 知道小美被出身 很生气 派出打手去抓小美 阿吉和对手过招 没过一个照面 就被直接打盘 卷毛和小美跑到 本地混混那里 寻求庇护 几个混混出场卷 打手太厉害 十秒内打倒四人 最后一个人怒吼一声 抄起棒子迅速逃跑 好家伙 感情您这是虚张声势呢 这时 小美抄起砖头 砸向打手 反被打手砸晕 就在打手带小美走时 卷毛冲了过来 抱着打手的腰 猛地向前冲 直接摔到楼下 和打手同归一镜 这时 阿吉赶到 师父已经被钢筋刺砖 卷毛告诉阿吉 不要报仇 好好跟小美生活 卷毛就这样去世了 阿吉决定 一定要被师父报仇 干掉眼镜哥 阿吉决定从眼镜哥的前下手 只要他没了钱 就好对付了 阿吉让红姐帮忙 把跟踪契案在眼镜哥的身上 阿吉顺着定位 成功找到眼镜哥藏钱的位置 阿吉拿走了一番钱 然后向警察举报 眼镜哥受贿 就这样 眼镜哥成了通缉犯 眼镜哥也是狠人 为了拿回自己的钱 绑架了阿吉的朋友 阿吉呢 带着钱去赎人 眼镜哥手下拿刀刺向阿吉 但阿吉早有准备 逃出电击器 电晕了腿方 然后放火烧了钱 火扑灭后才发现 针钱下面全是白纸 眼镜哥立刻追了上去 小美一脚油门 在弓上飘移滑圈 几圈过后 成功摔掉了眼镜哥 但就在日时 眼镜哥从另一个路口 加速起来 咣当一声 两车对撞 眼镜哥率先醒来 拿走了所有的钱 小美则意外流产 红姐呢 夹一送眼镜哥跑路 他安排了三个混混 暴打了眼镜哥一顿 然后想拿走大笔钱 这时 混混却突然反水 因为看到红姐孤身一个人 不如杀人抢钱 可就在这时 四毛出现了 但红姐没有想到 四毛也跟混混一样 给红姐下了一名药 直接把他扔到垃圾堆 然后带着钱逃跑了 四毛把钱交给了叔叔阿贵 阿贵是顶级老钱 就是上一步中 被高尼气到手的老钱王 他一眼就看出 这钱不对劲 果然里面有一枚追踪器 这是阿吉放的 下一秒 阿吉就出现在眼前 带着刚出狱的小美的哥哥大脸 这时 眼镜哥也来了 大家都说是钱是自己的 阿贵决定 大家赌一把决定 如果有人臭老钱 直接抢笔 一切准备就绪 一共六个人参与 分别是阿吉 小美和大脸 眼镜哥 红姐和阿贵 在开始前 眼镜哥要求 毕竟在做的都是顶级老钱 让大家脱去衣服 赌局正式开始 十句玩下来 最大赢家是阿贵 这时 眼镜哥要求换牌 红姐做了一个手势 让阿吉注意眼镜哥的眼镜 这时 阿吉想起 师傅卷毛曾经说过的话 老钱的眼镜 只要想看到 就一定能看到 于是他剧情绘制的盯着牌 他看到 阿贵是单牌145 眼镜哥13 当下判断出 眼镜哥赢 可没想到的是 阿贵把牌一翻 竟然是对次 阿贵又赢了 这时 阿贵却暂停了赌局 叫来军手下 他发现 小美阿吉和红姐 还有自己的牌 都是单牌 只有眼镜哥的不是 所以当下怀疑 是红姐带的牌有问题 于是直接把红姐拖了出去 赌牌继续 由阿吉发牌 看过牌后 让小美为他点烟 这时 阿贵却发现 阿吉把牌藏到小美的身下 他让阿吉把手举起来 扣出阿吉的牌 阿贵告诉阿吉 你给我发的是对酒 眼镜哥的是对八 你想要赢这局的话 必然给自己发对时 这时阿贵表示 我赌上所有的钱和脑袋 你的牌肯定是对时 眼镜哥也紧跟上去 赌上了所有的筹码 这是阿吉分阿贵 你认识我舅舅吗 阿贵一下变了脸色 原来阿贵的右手 是被高尼废掉的 接下来 谜题揭晓 阿吉的两张牌 竟然只有一个时 阿贵在同样的招数上 败了两次 阿贵输了赌局 刷起了无赖 要求阿吉偿还高尼的血债 吩咐四毛杀了阿吉 但就在这时 四毛被一枪断手 这时 眼镜哥趁其拉闸 在混乱中 他要杀了阿吉和小美 结果呢 却死在大连的手上 但大连也受了伤 随后 大连用枪指着众人 带走了所有的钱 钱都没了 赌局解说 晚上 新闻上播报 有人开始在市局撒钱 最少数量有十几个亿 但此人呢 已经重伤身亡 大连就这么去世了 小美抱着哥的骨灰盒 小美和阿吉 杜柱上把那张牌藏哪了 阿吉表示 为了让阿葵上当 自己把牌喝酒时吃掉了 几天后 小美收到大连死前记住的信 原来 大连独自在前走 是给阿葵看的 这样就跟阿吉和小美 没什么关系了 钱都洒在马路上 也无从查起 阿吉和小美来到树林里 挖出了大连留给大连的钱 足足有三十多个亿 此时的阿吉 已经到达神之手的境界 但他决定 再也不用赌了 阿吉扔掉了所有的牌 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期一番 本名叫老千二 神之手 看阿吉这么聪明 我来考大家一个智力题 本期问题 什么路不能走 知道答案的材质 发到评论区 不要查网络哦 本篇好看 就是人物有点多 大家可以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不乐长按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